我們十點媒體茶序開始 部長也非常準時的到了現場 那今天謝謝非常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歡迎參加數位發展部的媒體茶序 那先向大家簡介一下今天的茶序流程 我們會由部長先向大家簡報 數位部的政策跟工作重點 那接著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事前已經有先把提問的slido連結傳給大家 那部長會優先回答slido上的問題 那在部長簡報過程中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隨時再上去追加提問 那先向大家介紹今天出席茶序的長官 那當然首先是我們的數位部唐鳳部長 請部長向大家握揮手 然後我們接下來今天還有道場的長官 有我們的三位次長全員到齊 那等一下被唱名到的時候 也請各位長官跟大家揮手致意 那我們的政務次長缺和民缺次長 政務次長李懷仁李次長 常務次長葉寧葉次長 還有我們的梁署跟資安院長官 我們的產業署湖貝蒂副署長 資安署林春瑩副署長 資安院何全德院長 好這是我們今天出席茶序的長官 那麼在進入部長簡報之前 首先我們先請大家欣賞一支影片 是我們數位部的工作報告 那請同仁開始準備我們的影片 好那準備好就可以播放 這個好像不是我們要播的喔 是沒有從第一秒開始播 不好意思暫停一下 我們從頭不回省 好 好 準備好了嗎 3 2 還有介紹台灣語事情 沒有非常多的軟體 以前我們還沒有數位化的時候 大家就用打電話或是再來什麼預約 但是把它全部的數位化 人身成本也不用那麼高 所以很像台灣世界體驗的 也可以與魔鬥一樣 帶我們到雲端 然後進入數位的底部 來自主打的 離開 好 最後 規格 剛才 即便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这个号码是我们去看到在很多不同的公部门送简讯给同时给民众的时候 现在因为用的很多除了一些机关有自己的短码 好比像说1922啊1988啊165啊这些是大家熟悉的嘛 那但是其他的机关如果是用实码传简讯给大家的时候 有的时候反而被认为是诈骗了 所以对我们这个民众啊区分什么是政府的来的简讯呢是不利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挑一个应该是三码里面 我个人认为最好记的号码了 就是111 那所以以后收到政府的相关机关的简讯的时候 只要看十三码的意义就知道这是政府来的 那我们会在下个月确保说就是中央机关里面 愿意首先来导入的 我们就调整我们的城市 但是最后的目的是各级的政府机关 包含地方政府都可以运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容易记忆 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在其实去年就规划了另外一个服务 下一页就是gov.tw端网址 那个时候还有指挥中心每月记者会的时候 总裁帮我们宣传的 那这个运作到现在 已经有大概两千两百两千三百万左右的转址的次数 已经变成大家相当相信 只要是htvsmall写些些gov.tw开始的这个送网址 那就不但是号记 而且可以放在像简讯啊 或者其他的有限制字数的地方来传播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搭配的 那下一页 那我昨天也签出了这个WiFi 6E的那一份公文 那所以应该WiFi 6E是确定会开放 那不过我们数位部它全民数位任性 所以我们同时在开放像WiFi 6E啊 5G专网啊等等之后会提到的同时 我们也在意的是要怎么样运用这些最先进的技术去确保说发生任何重大灾害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应变确保大家的通讯是顺畅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有一张全图哦 那我们就分路海空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哦 在陆地方面我们会接下来在9月在10月 有两次跟消防署配合国家灾防律的演习以及南投训练中心的验证哦 来确保说我们的小规模的所谓灾难漫游 就是任何一家行动网络失效的时候可以去漫游到其他还有留下来的行动网络 确保说怎么样通讯都是顺畅的哦 那特别是针对消防啊灾难救助啊等等的人员哦 我们会有宽频的这个PPDR这样子的设置哦 确保说这个不是只能用对讲机 而是可以甚至传及时的影音啊等等的频宽都没有问题 甚至用遥控的方式哦来进行救灾等等 所以这部分是陆地上的部分 那在海上的部分呃我们会呃鼓励增建国际的海岸站 然后也强化海岸的防护机制哦 哦那呃呃特别是今年 那可能记得二三月 的时候台马的海岸发生故障 所以我们今年也核定补助哦台马海岸4号 会在呃114年底哦完成建制 那除此之外我也呃呃带着大家一起去呃麻祖嘛 进行应用访查 那就在那边实际测试了 如果之后海岸再出什么状况 我们及时切换成微波 微波如果再出什么状况 及时切换成非同步卫星哦 哦那这个中间都是非常的顺畅 而且不会呃像之前那样子好像花比较久的一段时间 才能够完成切换哦 这个就是所谓的应变任性哦 那在空中方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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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個house spot,然後70個back hall,那跟國外的三個加起來773個點 那這些點都是為了像剛剛提到,若是海嵐啊等等完全被干擾或者是中斷的情況下 那我們可以透過非同步衛星,讓各位新聞工作者還是如果要跟國外視訊啊發報導啊等等的話 都還是可以保持相當的頻寬啊,這是非同步的部分 那出此之外有一個實事題嘛,就是太平島的狀況 那剛好因為我們這700多個點裡面,它很多的點的位置是可以雕度的 所以我們接到這樣子的訊息之後,那我們也立刻配合海巡述啊 那所以我們會把其中一個白號,就是放到太平島 應該很快會有這個具體的時程跟大家報告 那這樣子的話,因為它是後傳連路嘛,所以它收了非同步的訊號之後 它就可以再分享出來喔,給島上的朋友來使用喔 那希望這個對,就是我們的數位的任性,包含通訊跟應變兩個任性都有幫助 那除此之外,當然我們會繼續加強偏遠地區的訊號涵蓋 那然後我們也會繼續開放商用的衛星頻率 我們剛剛講的這700多個點是由我們調度來確保說緊急的時候都可以使用 那但是當然在商業上面,特別是在移動中,像船上啊或者飛機上啊 這個也平常就非常有用 所以目前包含就是艾爾康跟龍華嘛,我們已經核准了 那接下來有第三家叫台亞,那後續有很多其他業者喔,跟我們接洽 表示說他們對於商用是相當有興趣喔,那我們下一項簡報 好,那剛才提到我們有開放了6GHz的頻段喔,那給WiFi 6E跟未來WiFi 7來使用 那這個頻段的好處是說,它可以蠻有效的提升大概兩三倍左右 就是總傳輸的頻款傳輸量,那這個對於好比像說以前帶VR裝置 那常常都要連一條線到那個電腦上面嘛 那現在就可以,中間那條線就可以用WiFi 6E或未來WiFi 7來取代 那這個是A License Bund,就是大家想要用就可以用 有點像是那個公園綠地喔,就是在公共空間那樣子 那但是如果是想要,就是特別是在戶外 然後有自己的不受干擾的頻段的話 那當然有點像別墅一樣喔,就是我們也同時有 5G專網的專案的辦公室 那這次我們是回應了業界需求喔,不管是彈性設置 應用開放,簡化程序等等,相信業界都蠻有感的喔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收到了相當相當多的提案 所以我們會跟公協會組成這個5G的垂直產業 應用推動小組,那我們大概今年8月就是這個月 會選出至少30加7來給予補助 讓大家看到說5G專網可以應用在各行各業的哪些數位轉型上面 那有一個大家可能比較有感的,就是我們跟文化部合作 去在兩廳院,這個全亞洲最大的5G的展現場域 確保說它不管在兩廳院任何一個角落 它都有相當於有接到一台網路線那麼好的寬頻 低延遲的訊號,那這樣子就可以加強非常多融合實境啊 各種新的互動的方式喔,都可以在那邊進行體驗喔 好,那我們再下一張簡報 就是綜合性電商的主管機關 所以很多防炸的工作是一開始就讓這些電商 不至於有各自外洩的情況 那一開始就讓詐騙集團沒有辦法取得大家的各自的話 那後面的這些釣魚啊,各種詐騙的攻擊啊等等啊 就比較不會有材料可以發生喔 所以那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已經跟相當多的電商喔 包含博克萊啊,Momo啊,這個Friday啊等等喔 都導入了銀碼服務 意思是說之後當你提供手機給它的時候 以前是直接它提供給物流士嘛 就是物流的公司 那但是現在就是經過一層銀碼的服務 所以物流的朋友收到的其實是一串代碼 那這串代碼它掃碼之後或者手機直接播之後 雖然可以聯絡到你 但是它還是不知道你真實的手機號碼 或送到之後這個代碼也就失效 那所以之後就不會再有說透過物流或其他的下游的方式 就是大家的各自外洩啊這樣的情況 應該是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控制喔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三大電信業者 我們今年七月舉辦的物流銀碼演商會議 那三大業者都同意來配合共通的這個銀碼界界的標準 那所以我們會繼續舉辦這樣子的技術交流 盡快的讓後面的包含感興趣的像東森啊 PC Home啊都有場餘驗證嘛 或者Coupon啊Yahoo啊等等都在洽談 可以盡快的在三大電信的協助之下 全面的來這樣導入銀碼技術到電商裡面 再往下 下一頁 好 那另外也是大家相當關心的 就是第三方支付的情況 那這張圖是我們包含市前預防跟市中處理的流程圖 所以我們接手這個第三方支付的工作之後 我們就立刻開始跟產業溝通 那也擬定了就是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的防治的洗錢 跟打擊自控的指引手冊 作為法尊的依據 那所以外界呢都認為說 那如果他沒有達到這個法尊的話 其實不應該再讓這些沒有達到法尊的第三方支付業者 來取得像虛擬帳號啊等等的 就是詐騙常用的這些手段 那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七月公告也開始收檢 一個叫做能量登陸制度 去確保說第三方支付的業者 在法尊的聲明上面 符合洗錢防治法的種種規定上面 如果沒有完成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會公佈哪些有完成 但是沒有完成的就是銀行的業者啊這些 那就會知道說這個名單之外的 他都沒有完成法尊跟KYC 那這些銀行業者就可以說 那這些對不起我們就不再提供 虛擬帳號的業務合作 或者是簽訂信託 或旅月保證金賬戶等等的付我 就不再提供了 所以雖然說我們不直接是 就是盡管會要求銀行怎麼樣 但是我們這邊有這樣一份能量登陸的名單 就是監理機關就可以拒移 可以用這份名單請銀行業者 來就是考量第三方支付 哪些是可以信得過給虛擬帳號的 哪一些可能就不要再給虛擬帳號了 好那我們再往下 那另外像剛剛提到的那種銀碼技術 就在手機的專碼技術 其實現在國際上有非常多新興的技術 那這些都犯稱所謂隱私強化技術 舉例來講 那像很多就是雲端的這些運算 因為它的算力相當高嘛 你要訓練一個機器學習模型 訓練一個AI等等 那你會把你自己的資料放到雲端 由它來運算 那但是因為這些很可能是隱私 或甚至機密或什麼樣的資料 那在以前運算這個資料的人 它一定就看得到你的資料 這個是無用置疑的 但是現在新興的很多技術 像一個叫同胎加密 它可以你加密過之後再給它 它運算的時候完全沒有辦法解密 它也不知道它來運算什麼 可是呢它把運算結果回給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解密 然後得到運算的結果 也就是說可以對加密後的資料來進行運算 那這樣子即使這個運算方 它被駭進去這個駭客拿到了這些資料 因為它沒有你的這個解密的方法嘛 所以也完全不知道你提供了哪些資料 那可以說是從根本上 杜絕了相當多的這個自然風險 那當然在以前要導入這種同胎加密 它需要非常非常高的算力 所以一直沒有上轉 那但是最近一兩年這個研究工作開始落地了 所以我們就會跟國內外的包含也就是工業院 以及我這次去以色列也有談到的一些新創 來一起合作 盡快地在國內找到這樣子的 隱私強化技術的實證的場域 那從根本去讓就是算資料的人 不一定要看得到資料 那這樣子很多資安的問題 也可以迎刃而解 那我們再往下 那除此之外 當然大家也知道我們有個叫做買Data的平台 那最近大家比較有看到的可能是我們跟警政署合作的 那個刑事記錄證明書俗稱兩名證 那以前是一定要領貴嘛 那現在就透過買Data就可以做到網路申請線上付款 然後郵寄的方式送達 那又或者像之前一些需要兩個人合辦的 好比像說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等等 那這些我們現在也都可以就是雙方都在線上就可以辦理成功 所以像這樣子多人同時在不同的地方申請線上服務的方式 各個地方政府最近去拜會相當多地方政府 對他們來說很多 他戶籍地不在這個線 但是他需要使用這個線的服務 他透過買Data來做這種跨線式的 像身心障礙停車位啊等等的這種驗證 都相當的方便 所以我們未來也會繼續透過買Data 來推動這樣子個人化的資料的自主的服務的提供 再往下 那接下來我們來討論就是自安聯防 那大家知道在網際網路上面跟傳統的狀態不一樣 它並沒有地緣的遠近 它只有價值的遠近 我們如果是有類似的價值 運用類似的軟體系統 我們這邊碰到一個自安攻擊 我們想辦法應付掉了 那其實我們的民主盟友雖然可能在很遠的地方 但是其實網路是光速嘛 所以這個攻擊者可能下一分鐘就找到他了 所以他就會需要跟我們這邊聯防 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怎麼應對的 下一張簡報 那當然這個也是蠻大的突破 就是因為現在各國都相當對我們的自安聯防的方式 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我們像W3C啊等等的這些國際組織 那在以前都會是必須要跟國內的NGO合作 然後透過民間的民意才能夠參與這些活動嘛 那在過去一年我們就用正式的就是政府組織的名義 參加了相當多這樣子的國際組織 那像剛剛大家在影片裡面也看到 就是像我是社會部長 然後去以色列 而且是公開的跟他們談 要怎麼樣的聯防 這個在以前都是沒有過的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加入國際組織 以這個聯防任性的角度 那這個是我們在最近一年相當多的突破 都是發生在這裡 那除此之外 另外當然就是我們右邊這個Collective Intelligence Project CIP 那也是我們透過這樣子的國際的組織 去跟OpenAI去跟Anthropic 去確保說他們在發展這些最先進的AI技術的時候 是有納入我們這邊的對AI應該要怎麼樣使用 怎麼樣調整 以及怎麼樣驗證 這個資安院接下來也會有AI驗證相關的工作的考量 那這些也是相當令人高興的一些發展 再往下 那剛剛已經提到資安院 就是我們今年正式成立 然後去確保說 就是不管它是發生在民間的 或者發生在政府的 因為剛剛提到用的是類似的系統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導入像零星人這樣子的防護技術 那我們就必須跟我們的零星人的廠商 包含國內的跟國外的來加強整合 那像剛剛提到的發生資安事件的時候 我們也導入了這個STIX STIX2.1這個標準格式 去確保說不管你是民間的政府的 或甚至跨國的發生這些資安事件的時候 它可以及時機器對機器就直接對接 那我們這邊採取了什麼應變手段 其他的民主盟友可以知道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那我們再往下 那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就是T-ROAD 就是由全國各自的A級機關 那我們會在明年年底前 就是有輔導這些去全面導入T-ROAD 還有零星人的做法 那當我們這樣子宣示之後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 有越來越多的機關也包含地方政府 都說他們願意用T-ROAD 也就是跟他們對外服務的網路完全區隔開來的 專門的傳輸通道來做就是在資安上面 比較保障的這個跨機關的資料傳輸 那我們除了提供技術諮詢之外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會有一個政府資料傳輸平台 管理規範 那所以包含網路向上集中 甚至一些相關的管理的工作 這些都是我們很積極的在輔導地方政府 所以不只有中央的機關而已 再往下 那除此之外就是資安產業的共融 那所以像我們的晶片的檢測標準 我們去年9月就跟SGS BrightSight 跟中興大學成功大學 有成立一個晶片安全聯合檢測實驗室 那而且國際的標準組織 Global Platform 也跟我們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所以確保說我們晶片安全標準跟國際接軌 那不管是物聯網或者晶片的供應鏈 那在國際上 現在大家看到MIT這個T可能就是trusted 就是能夠信任的這樣子的做法 那除此之外 當然就是CyberSec這個國際資安大會 那我們也非常積極的參加 那同樣是由這個蔡總統親自主持開幕 那這一次是來自16個國家 大概1.8萬人參加 所以不管是我們的SIMI E187 就是1187的這個獲得2023SIMI國際標準 貢獻獎的這個資安標準 那或者是剛剛講到的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 導入我們新興的這種資安產業的工作 那這些都是讓我們國內的資安產業 在國際上就很像以色列那樣子 就是大家聽到這是台灣來的 那當然這個DevCon得了第三名 這個非常的厲害 那而且也可以知道說 這是battle tested 就是它是經過實戰測試驗證 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在國際上面就可以打開更多的市場 那再往下 那此外就是社會共融發展的部分 那這部分6000塊大概應該都已經領到了 所以我就不特別講太多 麻煩下一眼 那但是我還是特別講一下 這個hashtag叫做 沒出事是因為有做事喔 就是說因為大家這個週年嘛 會問說這個什麼是最有感喔 但是按照我們耿於的說法喔 我們做6000塊這個工作 是要讓大家最無感喔 就是最沒有痛感啦 就是從這個你想要領到實際領到 最好是完全都不要感覺到有一個資訊系統的存在 這是最好的 那這次真的是相當成功 而且也沒有出任何狀況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有一個概念 叫做數位公共建設 用這樣子一套系統 之前已經服務過教育部 勞動部跟這次財政部 那之後任何的部會喔 甚至包含地方政府喔 只要有類似發放的不一定是錢 可能是物資等等的這些工作 就可以運用這樣一套共用的公共建設 就不需要再自己從頭開發 從頭做資安測試 做無障礙測試啊等等 那像這樣子公共建設的做法 也很高興獲得國發會主席總處的認可喔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這個六千塊的這個 或者是在就是跨境分持備份啊等等的這些 都順利的取得了明年的這個工件相關的計劃 跟預算喔 再往下 那這是大家剛剛看到的運時級喔 那運時級當然這邊也再次強調 上面的軟體服務是民間開發 不是我們說一不花錢開發的喔 那就包含客戶管理啊 企業內部管理支付 POSE銷售系統等等 都是在上面就是經營的相當好 那我們除了之前本來就有就是中小企業來申請 然後補助最多三萬之外 那在今年很特別的就是包含合作組織也包含NGO 就是社會創新組織喔 都可以在上面申請 然後很容易的達到社會轉型也有專人去做輔導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很多就是在人口比較密度低的地區 但是他還是要行銷還是要把他的品牌去擴散到這個全台灣甚至全世界 那但是他註冊的方式可能不是一家公司 很多是一個商號甚至一個協會啊等等 那這些都已經開始在使用我們運時級的資源喔 這是讓我相當高興的喔 再往下 好那這個是我們那個Vitalik Buterin喔 那這個就是他拿到社會金卡之後 因為他是以太方的這個共同創辦人嘛 那我們前兩天就是有一起錄一個podcast錄一個節目 那他就問說這個艾莎尼亞有這個自然人品證嘛 那裡面有這個加密解密的功能嘛 那台灣有沒有 那我就告訴他說你現在有金卡因為那是居留證 所以他也可以去辦一個自然人品證 叫外國自然人品證 然後也可以去裝TW FIDO 那在他手機上的TW FIDO 也可以做簽章加解密等等 那些城市嘛都是開源的 那我特別強調這一點是說 現在有很多人他是基於對於台灣的生活方式 以及台灣對於創新的支持這樣子的認同喔 他願意成為是 also Taiwanese 就是並不放棄本來的國籍跟護照的情況下 經過五年然後對我們做出貢獻之後 那他就也願意來成為我們的國民喔 那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是大幅的打開了這個金卡的申請的資格 也就是說任何人他只要有八年的貢獻 open source的經驗 在網路上可以看到說 他八年前就推動像以太坊這樣子的開源的軟體 那就不管他的收入如何 不管他的學歷如何等等 他都可以完全是靠這種貢獻的經歷 去拿到我們的三年的居留權 也就是金卡 那我們當然希望他renew一次 之後就變成這個 also Taiwanese 那這個是在國際上面的開源社群 現在大家相當高興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推出沒有多久 那就已經有超過一百位這樣子的外國的數位人才提出申請 那所以這些國外的朋友們 那結合我們本來就有在推動的數位青年的T大使的計畫 T大使每年都有超過五百位的青年 為了加強自己的實力培養斜槓的能力 而加入數位轉型的工作 那同樣的就是很多會是很願意到人口密度比較低的地區 然後去協助整個就是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的工作 所以我想這部分就是結合國際跟國內的資源 達到我們叫telencirculation 就是人才的循環的工作 再往下 好那接下來這個是大家都是厲害關係人的這個新聞共榮 那新聞共榮的工作 其實我們蠻高興看到在經過就是多場對話之後 其實現在我覺得有漸漸收斂到就是比較可行的 不管是一家還是基金 但是大家對那個具體的想像開始有凝聚喔 所以在接下來的對話裡面我們也會問問看大家說 有一些prototype有些雛形嗎 像那個ndx就是google的那一支計畫 那大家不管是申請啊使用啊等等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有沒有什麼問題等等 那如果這樣子雙方對彼此更有充分理解的話 那接下來共榮發展的共識就比較容易凝聚 那行政已經指示喔就是公平會跟我們數位部 把法律制度當作我們研究的工作項目 那我們很快也會有一份報告提到立法院教科文委員會 那我們已經研議了適合我國的立法方向的選項 那所以不管是在現行的這樣子透過民間資源的這種方式 或者是之後有建立某種機制 或者是這個機制這個依法律定制 那我想這個都在我們的選項中間喔 那也很期待接下來的對話喔能夠具體凝聚到可以 就是短中長期可以做的做法喔再往下 那我們在行政院就是我當時還是說政委的時候 當時萬億政委就是負責社府啊這個的政委 我們當時就已經討論過就是有沒有可能 把現在像各個地方政府提供授予翻譯員的這樣子 一定是零貴當面這樣子的服務 透過通訊傳播的科技變成說大家有一個平板等等 那這些聽語障人士就可以直接讓手語老師好像跑到他旁邊這樣子 然後就直接開始在生活上面去辦理很多事情 就不需要再變成好像一定要事先約一個時間 然後三個人就是他跟辦服務的對方 然後跟翻譯老師都要在同一個現場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公益創新的第一個案例 那在這個之後當然我們也徵集了大概一百個像這樣子的案例 那有相當多大概二十個左右 可能在群眾募資啊等等上面取得一定的成功的話 我們也會比照我們對VRS這樣子的輔導去做營運驗證 然後確保他可以永續經營 那這邊也特別感謝就是我們就是電信公司的支持 那他們也看到說他們除了就是在這個底層的工作之外 在上面這個數據啊應用啊等等這些層面 也可以提供相當多很好的場域啊 好那最後一張啊下一張 好那這邊是我們點子松啊 那點子松接下來我們會在明天還有9月初啊 舉辦兩場神醫師工作坊 那去邀請在線上已經有像剛剛講到 對OpenAI對Anthropic 對深城市AI可以怎麼走入我們的生活 提出具體想像的朋友 那實際面對面來進行討論溝通 那很特別是這樣的討論溝通的引導的這個工作 事實上是由AI就是語言模型來一起帶的 就是用一個互動的方式 那這樣子討論出來的結果 我們也會跟剛剛那些語言模型的大型的公司 也包含我們在地的公司 以及學術團隊來討論說 那我們這樣討論說我們對AI有這樣的期待 AI能不能快速消化這些期待 然後並且Fintune就是調教他自己 然後呢在一兩天之內就有一個新版的AI來回應 這個工作坊裡面大家的期待 然後我們這樣子持續的調教 所以這樣子AI民主化 民主對齊的工作 我們接下來也會持續的在 就是國際的AI峰會等等的地方 提出這樣子的貢獻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簡報 是不是接下來就切換到答問的部分 好 那謝謝部長的簡報 那我們現在螢幕上有兩個QR Code 就是提供給各位媒體掃描 這個左手邊是今天查續的相關資料 有新聞稿 部長剛才的簡報內容 還有一些影片素材 提供給媒體朋友們運用 那右手邊是slido提問連結 那現在還是可以繼續提問 那部長會優先回答slido上的問題 那媒體朋友們掃描都OK了嗎 可以我們就進入slido提問環境 那這個事前應該都有提供 對 就是現在提供 現在提供 OK好 slido提問事前已經提供 那slido應該 我看上面已經有不少問題了 對 相關資料是剛才才提供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slido提問的環節 請我們同仁切換一下畫面 好 那現在請部長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朝日電視 問說這個跟英國合作情況如何 以及為什麼不使用馬斯克的starlink 我們再強調一次 我們沒有不跟任何人合作 只要符合這個我們的相關的規定 就是資安上面的規定 我們這個驗證測試的工作是越多越好 也就是說並沒有說這700個點 每個點一定要用這家 或者用那一家的這個問題 在這個切換就是應變的時候 最好的情況就是你在某個點 你同時能夠接到好幾個 那這樣子的話不管哪一個衛星 可能目前訊號這個出現問題啊 或者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啊 那一個站點就可以切換到別的衛星訊號 所以目前當然oneweb也就是在低軌 SES也就是在中軌 這兩個是確定我們會驗證的這個工作 但是未來就是不管是starlink Clipper等等其他的衛星商 那只要來跟我們提出這個說 他們也願意被驗證測試 我們這個是完全是多多以善 那除此之外 我們這邊也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次去英國 那我接到的就是英國那邊是說 他們對於oneweb這個 就是整個供應鏈啊包含采購啊等等 是具有就是所謂特別股 或者說黃金股 也就是說他們只願意跟他們 所認為的這個民主夥伴的供應鏈 在自然上面做進行交流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對於台灣的供應鏈 包含接收器啊設備等等 這個也是相當好的消息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是使用oneweb的這個服務 我們也進入他們提供的供應鏈的部分 先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再往下啊 那中央社想問說 預計第二年有哪些優先推動的任務 以及資安法的修法的修法方向怎麼樣 那這個分別回答 第二年我想最優先的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數位公共建設 公建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因為在今年其實數位還是沒有辦法當作公共建設的 沒有這個科目 那但是明年開始就有這個科目了 也會有公建相關的預算 那這個其實是相當大的一個突破 也就是以前是造橋鋪路啊 這樣子當然是公共建設 大家看得見摸得著的 但現在就是這個造城市碼跟資料的橋啊 鋪網路啊 這些也都叫做公共建設 那所以我們這次就是巡迴各個地方政府 去跟南部各縣市的首長座談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期待這件事情 因為尤其是非度縣市 那他要做包含發放啊等等這些工作的時候 如果自己要從頭做 又要確保資安完全沒問題 又要確保很方便 無障礙沒問題的話 其實是有相當的難度 所以不管是像111那樣子 減碼公用的平台啊 短網址 或者是現在我們講的發放啊 備份啊等等這些系統 接下來本部就會去收納各地 可以跟各個部會的同樣的需求 然後把這些需求規劃成公共建設 然後做完之後 不是說好像他們只能來用 他們也可以拿我們的城市碼 像短網址的城市碼 就有地方政府說 那我們要一份 然後我們再拿去改 這樣子都沒有問題喔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我們來做設計 然後我們找系統整合上做開發 之後那各個部會或者地方政府的廠商 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面喔 再去進行進一步的調整 跟額外的建設喔 那這個新的模式 我想是相當令人期待的 那第二部分 對我們的電子簽章法 跟自動安全法這兩個法 大概都是今年年底前喔 會提這個草案 那電簽法應該已經預告了喔 那資安法應該也相當快喔 會預告給大家看 那這裏面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資安人員的調度權喔 這裡就是因為大家可能也有看到 未來就是在考課上面 資安人員會跟資訊人員喔 有不同的考課 資訊人員是比較像是 符合那個部會 或那個地方政府 那個局處的業務 針對那個業務去規劃資訊系統 但是資安人員的工作 則是去應付這個攻擊啊 包含網路攻擊跟臨時發生什麼 失效的情況啊 那以及在設計階段就融入 像剛剛講到的這些安全的隱私強化技術啊 等等進入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雖然每一個機關的資訊人員做的事情 都相當不同 就是跟業務走 但是資安人員做的事情是相當類似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如果某一個部會 遭受的攻擊的話 那在其他部會的資安人員 他在短時間之內過來 然後聯防 有點像一個以戰待訓的訓練營啊 的情況 這個他們的上手就比較不需要時間 比起資訊人員來說 那所以這樣子的貂毒權 那我們 會擴充 資安署對這件事情的貂路的方式 那當然如果他被調來 這個聯防啊等等 那相關的這個虛講啊 績效啊等等的這些建議的工作 那我們也會規劃啊 由資安署來辦理 這個是在資安法裡面 希望回到幾個問題啊 好 那我們是不是再往下 還是我自己控好了 OK IT HOME 有好幾個問題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說到俄乌戰爭歧視 那我們就提出了前瞻計劃 因應緊急情況 來加強通訊的韧性 那這邊我們 也有一個弓箭啊 就是國外的這個 分尺備員的這個計劃啊 對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我們樹貞斯 除了發放這支弓箭之外 那就是6000的那支弓箭之外 那還有一個就是加密 分尺備員的這個弓箭 那這個概念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去確保說 任何這些核心運作 所需要的系統啊等等 那他在平時我們就不斷的去演練說 把它加密之後 運用像剛剛講到那樣子的 先進的加密技術 把它分成非常多個小塊 那這些小塊它必須拼出來 它不像我分成五塊 裡面必須要有四塊 任四塊拼起來才能夠還原 本來的這些資料 那這樣子的做法就是確保說 如果我分在五個不同的國家 或不同的大型的雲端服務上 去提供備份 那他自己是絕對不可能解密出 裡面的這些資料 而我們要進行恢復 或者是要進行異地轉移啊等等的時候 那我們這邊就需要把這五個裡面 至少四個把它拼回來 那這樣子才能夠去回復 這樣子的系統在異地 在不同的資料機房來使用 那這樣子的做法也可以去確保說 就是各國如果想要聯訪等等的話 那我們的模式是比起像愛沙尼亞 它是在盧森報有一個大使館 它主張那個大使館的那一台電腦的 那一顆硬碟是它的領地 就是全部都被困到那一邊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說是 稍微比較分散式的這樣子的方式 那也不會變成好像就是單點故障 或者說你要完全相信那個 就是你放資料的國家這樣子的情況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我們再往下 IT後面還想問說 工程會跟我們最近有舉行這個 資幅採購的產業座談會 那有明確的就是指引跟資安要求 那當然短期之內我們是希望能夠快速改善 我們甲方乙方在資幅上面採購的爭議 那從長期來看有怎麼樣子的預期的效益 這非常好的問題 對就像剛才講的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公共建設的時候 我們非常在意那個互通性 就interoperability 所以說像我們在導入零信任的時候 我們的三層的廠商做身份驗證的 像感應指紋的做設備驗證的 確保我手機沒有被篡改的 做行為模式驗證的 確保我手機沒有突然跑到別的國家的訊號去的 這三道我們會去在自己採購的時候 就確保說它不會是同一個廠商得標 那這個一方面有資安的意義 就是不會說這個廠商被滲透被攻擊 突然之間你三道門全部都失手 那另外一方面也有鼓勵這個 國內自副產業跟型創產業的意義 因為如果三個門是不同的廠商的話 它中間就一定要用我們剛剛提到 那些國際組織的標準來彼此溝通 所以意思是說雖然你是型創 雖然你是非常大的系統成合商 但是你只要能夠遵循這些國際標準 而且你提供的服務的品質也相當好 那這樣這三個裡面任何一個抽換的時候 你不需要取得另外那兩家廠商大廠的配合 你就可以抽換成為這裡面的一個元件 一個部分 那所以未來我想這樣子的就是以公共建設為 基本想法的做法也可以達到像之前很多自副廠商說 如果它是這個價格標或怎麼樣的話 他們低價值得標等等 那他們這些比較新的或比較小規模的 就沒有辦法取得這個市場 那我們現在是一律就是透過固定價格 所以我們其實在比的是你能夠提供多好的價值 能夠多符合我們剛剛講這些國際組織 我們也參與制定的這些規範 然後多有互通性 然後發生問題的時候能夠多快的來反應 多快的解決等等 所以就是去拼這個品質 而不是去拼這個價格 那希望有回答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就再往下了 下一個問題是太報的問題 就是我們大家知道說 我們大概本來就是今年編制 大概600位 598位的同仁 那現在已經絕大多數都已經到齊了 那資産院的狀態是比較有趣 因為資産院並沒有這個總員額的管制 所以它有新的業務來的時候 好比像說防炸啦 那資産院就可以針對這樣子新興的業務 再開出去來 那我們資産院因為是有南部的院區 就是沙倫院區 那我在立法院修會的這段時間 其實我平均每個禮拜就兩天 都在這個資産院的就是沙倫院區 就是我們叫做異地辦公 那所以對很多地方的朋友來講 當然也一方面是究竟服務 就是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資産院從南部派人到南部比較容易 那二方面也是讓大家習慣說 因為可以異地辦公的關係 所以當地的問題可以在當地反映 甚至我及時去那個現場去廠勘 去體驗去怎麼樣都非常的容易 不需要說就一定要排過的時間 然後他們一群人北上的是 只有一件時間做簡報等等 所以像這樣子走動式的方式 我覺得也是自然院相當不錯的一個示範 那我們也請我們的就是其他的就是私塾啊等等 都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任何同仁都可以在沙倫進行遠距的辦公 那所以我們與其這邊是說要全部集中嘛 我們現在的想法反而是說 我們應該要去回應需求 有需求的地方 那我們相關的人就可以在那邊辦公 那在那邊辦公的同時 因為有導入零信任啊綿密碼等等這些系統 所以在資安上面也沒有疑慮喔 那在之前我們導入這樣子的辦公方式 最大的挑戰就是有一些像人事公文啊 這些公文他一定要走紙本啊 因為他是就是普通密件 那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剛剛提到的TW FIDO 而TW FIDO也可以做加解密 所以就用TW FIDO加解密功能 我們接下來也會導入一般密件的公文的線上簽合 那這個就是說像我要不是我要簽上去 就是他們要簽給我的時候呢 次長他就是加密用他的TW FIDO加密這份密件公文 所以這個資訊廠商就是我們的公文系統 其實是看不到裡面任何內容的 那這一份加密只有我自己的TW FIDO 可以把它解開 那所以因為這個中間的傳輸 不會被這個資訊廠商或任何人攔截 它攔截到也沒有辦法解開 所以它事實上提供的這個密件等級 我們認為是比資本的信封 這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秘密等級 那只要這個東西一突破 就不需要坐高鐵跑一小時跑公文的這個情況 那未來就可以更加多的在更多的地方去 把我們的甚至一級的主管 他可以在遠去辦公的情況 也不需要變成好像一定要下班前又趕回台北 來簽公文的情況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蠻重要的基礎建設 那我們事辦到年底之後 也會分享我們的這樣子的做法給各個部會 希望能夠更促進各個部會 都能夠平衡台灣 即時反映所有地方的需求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那下一個是國發會推動 雲世代基礎建設計畫 當時資管處 是在我們成立之前 那當然這些朋友現在都在我們的數位部了 那當然我們自己也是雲人生 我們從頭到尾都使用雲端服務 而且也導入了像綿密碼 零信任的這些做法 那所以是不是有更積極的做法 以及具體的推動方式呢 確實是有的 一方面除了我們在 就是自己構建我們的這些系統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怎麼做的都公開 大家如果有看 我們部會議記錄的話 常常裡面會附簡報 裡面就是系統架構圖 所以就常常有其他部會的這個諮詢主管 看到這個時候 然後就來聯絡我們數政司說 我們也要這套系統 然後蘇貞斯可不可以把這個 我們數位部諮詢處的系統 能夠就是分享給大家 那確實我們去找這些系統成合商 我們設計 那他們實作的這些系統 很多都是採用public code 就是公共程式吧 這樣子的方式來分享 那所以呢 其實任何的程商 他都可以先看我們的 不但是藍圖 甚至是實作的這些細節 那避免很多這個嘗試錯誤的成本 那他們自己架起來之後 當然再會做一些客製化等等 但是至少在一開始的這個 嘗試錯誤的過程 就可以免除 所以這個是我想public code 就是我們自己做示範 甚至我們自己實作的細節 都能夠提供出來 給大家來做參考 這個是蠻重要的一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 確保說 那即使是在這樣子的public code 這個情況下 他的資料傳述這一層 在資安上還是有保障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t road 的工作 那我們的t road 除了就是本來在國發會的規劃之外 就像剛剛講的 包含地方政府啊 甚至包含司法院等等 後來發現說 導入這個並沒有那麼困難 而且有很多範例可以參考的情況下 那這個擴散的速度 確實就比以前更快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防詐是我們另一項重點業務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這個防詐的成果 以及防詐策略的規劃 這也非常好的問題 就像我剛剛在簡報的時候已經講的 我們的目的是在一開始的來源 就讓詐騙沒有辦法發生 所以我們分成那個ABC Actor Behavior Content 就是是誰發的訊息 他發訊息的那個行為是什麼 是一對一的發呢 還是一次發給一千萬人呢 然後Content就是它的內容 這個內容是不是可信呢等等 那在以前很多 我們的包含這個 所謂的諮詢素養啊等等 這些教育 常常都是在Content這一層嘛 去看說它的內容有哪些破綻 或是說它如果是影片 或者是圖片的話 它以前用AI生成的 它可能接縫的地方 有些什麼斑點啊 眼鏡的反光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自從今年的生產式AI 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其實它在合成內容上面 已經即使是專家 都不太可能辨別 那當然也有一些說 用更高端的AI來辨別 可是這個其實 那個更高端的AI 也是有一些攻擊它的方法 這是我們AI驗證 很重要的一個狀態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內容層沒有辦法簡單的去區別 這個到底是詐騙 還是不是詐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做法 不管是在導入銀碼技術上 讓它在behavior上面 行為上面 它就沒有辦法 透過像以前物流啊 或其他區的你的個子 或actor上面 它就沒有辦法冒充 三碼簡訊 或者是四碼簡訊 沒有辦法冒充這些 已經有數位簽章啊 的這些賬號等等 那所以我們就是確保說 即使它的內容一模一樣 但是它沒有辦法在actor這邊 在行為者這邊去冒充官方的行動者 已經受認證的行動者 已經有註冊的電商啊等等 那所以這個也是要大家想一想的 就是在以前我們在網路上面 任何人跟你家朋友啊 傳照片啊 語音通話啊 甚至視訊通話 那大家都是先假設對方是真人 那如果露出破綻了 才推定它是機器人嘛 大家都是這樣的 但是在生神是AI的今天 這個可能要反過來 就變成說 除非是你已經當面確認過的 已經在你的聯絡部裡面的 或者它有相當強的數位簽章的 或者它是用一個無法仿照的 像三碼的短碼 發簡訊給你的 除此之外 全部都要當成機器人 那除非它證明 用某種可以驗證的方法 它是真人 那這個是 也是全世界包含AI高峰會等等 現在滿熱門的一個題目 就是怎麼樣快速建立起一個 在國內很容易嘛 我們可以說 大家都要有國內的電線帳號 或者都要辦國內的TW FIDO 那但是像Vitalik 當然他拿到金卡 他也可以用我們的 自然品證簽了 但是有更多人 他是沒有我們國內的拘留權 也不太可能辦我們的自然品證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他在立陶宛 在埃沙尼亞 在其他地方 也有這樣子強的數位簽章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 彼此認可 彼此承認呢 那這樣子的做法 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改我們的電子簽章法 那希望就是在明年 這些跨國的基礎建設 大概都可以建立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去 就是坦然的面對說 任何人都可以 即時生成一個有說有效的唐風 而且還可以跟你互動的這個狀態 那大家還是可以認明說 這個才是真人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就直接接到下一個問題 就是AI評測中心 要怎麼樣規劃檢測的制度 那這個其實要看他的這個 AI是哪個domain 如果他甚至是AI 是生成文字 或他是生成語言等等 那這裡面就有很多 包含他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隱藏一些 這個比較有害的偏見 或者是說 是不是你跟他講一串話 可以突破他的心防 然後他就透露出這個個字啊 隱私啊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有這些文字的生成是AI 你如果要當駭客的話 你一定要去學寫程式 但現在也有 就像有那個勇唱師一樣 現在也有一批這個 資安的這個紅隊的駭客 他專門就是寫字 來突破這些語言模型的心防 那這些部分要怎麼樣子去抵禦 這個就是我們資安語言接下來 會做的事情 那當然如果他是比較像是 就是做品質管制啊 去做一些比較數據型態的 Output的話 那很重要就是確保說 他的資料沒有便宜 沒有便宜 沒有skill 沒有bias 等等這些做法 那當然 其實也不滿大家說 就是英國現在的 Foundation Model Task Force 就是基礎模型的一個任務組吧 就是辦安全峰會的這批人 那因為我們都是這個CIP的夥伴嘛 那所以其實幾乎是每個禮拜都在討論這些安全峰會相關的這些議題喔 那至於說我們要用什麼身份參加這個產官學員社要用哪樣子的身份呢等等 那這個就是在接下來兩個月裡面我們會持續的跟對方溝通喔 那如果有一個確定的做法的話會再跟大家報告喔 那接下來就是10月我們兩年一次的code嘛 工坊演練嘛 那這個也是會在比較接近的時候再跟大家報告 那但是就跟之前的年份一樣 就是兩天的紅隊跟藍隊的對聯 然後之後會有一個purple teaming 就是子隊 就是雙方來分享就是學到了什麼 那但是在那一整週都會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劃 這個就比較接近10月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喔 好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那下一個是說目前推動進度如何 正月版本核實出爐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了 就是我們分成目前正在執行的像NDX 那透過對話來聽大家對這樣子的機制的想法 那以及如果把這個變成某種基金相關的機制的話 這個機制的嚴厲喔 那以及如果要訂法律的話 那一家基金等等的這些選項 那這些我們內部在這個行政院我們跟各部會 包含剛剛提到公平會 那還有文化部啊 NCC啊等等 就我們這邊要怎麼樣認定數位平台 他們那邊怎麼認定新聞工作等等這些 大概我們內部都已經進行對齊 所以希望就是在接下來的對話之後 就可以有相當具體的這個短動長程的結果 跟大家分享喔 好 那下一個問題喔是Digi Times 問說請問這個目前5G的專網申請有幾件喔 那以及就是我們接下來大概要做哪些事情喔 我們目前是從6月5號開始申請作業 那像各公協會的提案啊等等 提案43加7年嘛 裡面至少30加我們會給予補助 那但是目前就是公網上雲的這個需求 確實是我們的版本跟之前的版本一個相當大的 我們的版本的一個亮點啊 就是說我們先剛剛比喻一下就是如果說公網是公寓大廈啊這樣子 那大家雖然是共用同樣的建築每個有一個自己的門牌嘛 有一個自己的號碼 那專網的話就是讀動的喔 那讀動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因為他申請的是專門針對他自己的這個需求使用 所以說他當然就沒有普及服務的義務啊 漫遊啊這個或任何其他的跨網要能夠打電話啊等等的這些義務 那但是反過來講 那就是他不能夠變成他用了這個專網的infrastructure 擁有這些基礎建設 然後結果他突然間開始提供這些服務 變成了一家電信商了喔 那這樣子就對於現有的這些 蓋公寓大廈的這些公眾電信相當的不公平 所以他中間不能peering 就是不能變成這個別墅突然間就好像一個公寓一樣 然後就稍微分割又開始分租了 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考量 那但是他在專網裡面的有一些收集到的一些資料 他如果需要透過像雲端剛剛講到運算的方法來進行運算 那這個倒不一定不行 因為這是connection 這不是peering喔 不是說你從突然從外網就可以打電話給他了喔 那但是因為這樣子 一方面當然是資安上的要求 那二方面是我們也想看說 他是不是在就是繞道喔 就是說是只是要把收集到的這個在雲端進行AI相關的運算 但實際上這個運算就是讓他能夠快往打電話喔 那所以這個部分都是採取專案審查的方式 那我想在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就是實際的案例喔 可以跟大家分享喔 好那靜電視的問題問說 就是我們的打炸喔 因為這次強調我們是防炸喔 就是實際上就是讓把人繩之以法等等 這些都還是在警政署啊等等其他地方 那但是我想防炸的部分 確實是大家也非常關心的部分 所以像不管是剛剛講到短網址 那個也是其他部會的同仁在我們的這個Facebook上面提出的建議 或者這次的減碼或其他的要導入的技術 我們是非常歡迎就是有實際需求的朋友提出你的想法 那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們負責來協調 不管是電信商啊或者是電商啊 去確保說大家的新的這些想法可以在源頭喔 就阻絕詐騙 那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第二部分是說 我們的這個出國的頻率很高 當然這個我們在去年爭取預算的時候都已經跟大家講 我們要就是這樣子出國 所以這是立法院三讀通過的 那我蠻高興的就是說 特別是在自安聯防這樣子 就是帶有一些防衛色彩的這些討論 那其實那些人就是不但不可能視訊 而且進去的時候手機也都不能帶進去的喔 那像這樣子的就是高層次的自安聯防的直接會談 這個在疫情前我還在擔任數位政委的時候 那時候是完全沒有的 那但是現在就是 像以色列這些國家 我們不但去 而且去的是可以公開的 甚至可以在他的自安大會上面去演講 去講我們去年八月 佩洛西議長來台的時候 我們到底做了哪些因應 並且回答各國的問題啊等等 那這些是 確實以前沒有的狀態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各國聽到台灣 台灣他開始就是有聽到 以色列自安產業的那種想法 就是是Battle Test 是經過實戰驗證的 那台灣這邊的一些自安新創 在輸出的時候 也可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喔 取得相當好的市場跟舞台喔 所以我覺得是蠻有成效的喔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喔 好那太報問說 這個有多少家已經打入銀馬技術 這個我剛剛也已經講了 連那個名稱都講了 所以這個問題大概已經回答 不過導入之後 是不是能夠做到確實打架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你導入一個技術之後 當然詐騙這邊 他也不會一直用老方法嘛 他用本來的方法 沒有辦法取得你的手機了 他一定還會再換個方法 這是一定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裡面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跟包含警政署啊 等等的單位 我們是有一個聯防 就是隨時哪一家電商 他有一個新的破口出現 那有人真的就是遭到這個詐騙 那他們報案 那我們這邊在一個禮拜之內喔 就會去把這個新的供給手法 把它分析出來 然後再跟各個電商 跟我們的資產產業 也包含我們的電信產業 去討論說 這個新的供給手法 要怎麼樣子因應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不斷進進的 一個聯防的過程喔 那也很謝謝這個問題的提醒喔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問說超高齡社會喔 活躍老化成為重要的課題喔 那確實就是中生學習跟社交的這個策略 就是高齡科技 在這邊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的基本想法就是叫做 help the helpers 就是哪些人正在幫助這些高齡者 應該要減輕這些幫助者的負擔 也就是說這個幫助者 其實有點像 大家剛剛看到 我們那個手語時訊VRS的這個服務 我們也可以想成是這些 手語翻譯的老師 是幫助這些聽語帳的朋友嘛 那但是在以前就是他 要去這些聽語帳的朋友所在的地方 光是這個路程 就已經是時間上的負擔 那如果網路連線的訊號不佳 或者是 好像他一面在比手語的時候 沒有及時字幕輔助啊 突然間這個他畫面lag了 限制了兩三秒等等 那就會讓他在幫助這個 受幫助者的過程裡面 他自己反而也需要幫助啊 就是需要去確保說他用的 不管是網路連線他用的技術 甚至是一些自動的跨語種的 雲識別等等的這些技術 都要能夠到位 那但是當這些都到位時候 並不是取代掉這個幫助者 這個照顧者 而是說讓這個幫助照顧者 他可以有更多的行李 去跟這個受照顧者相處 而不是說全部換掉 換成一個機器人 不是這樣子的意思啊 所以我們就是去收集了 各個照顧高齡者的需求 不管是在居家 或者是在長照 或者是在社區的站點等等 那我們確保說我們像台灣 雲識級上面的這些資幅廠商 那他的這個作品啊 就是這些產品 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可能不是給這些照顧者 或高齡的長輩看的使用 他資可能太小 他可能有各種各樣 無障礙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會提出這個指引 把我們自己在做 像六千這樣子的專案 考慮到方方面面的這個 無障礙的工作的這個 這個學習的經驗 讓這些資幅業者可以參考 那這些參考 能夠達到這些 無障礙的要求的 就可以進入 我們這個高齡科技的 這邊推薦的這個做法 那這個推薦的過程裡面 那其他的部會 也包含我們 要做指定的補助啊 講助啊等等 就變得相當容易喔 那這個細節當然 之後會隨著 就是整個高齡科技的藍圖 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help the helpers 這是我們主要的想法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部長打查一下 因為現在已經11點3分 超過我們的接受時間 是不好意思 所以部長想要答完嗎 大家想要等部長答完嗎 還是大家要這個 急著趕到下一場 我是打算要答完啦 但是如果有人這個有 接下來有行程的話 也歡迎 好了解 那就請媒體朋友自己 自行隨意進出 那部長會盡力答完 已經提出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已經就 截止收件 就不再接受提問 好那就請部長 OK 對確實也有一些 就是比較有重複的啦 像這個是關於這個出國的 那我想出國的效益 剛剛大概都已經講了 就是民主聯盟啊 資安聯防啊 加入國際組織啊 這些 那另外還有要強調的就是說 不是只是我們去跟人家學習 其實大家也有看到很多訪團 是人家過來跟我們學習 要知道說我們在去年8月做了什麼 我們做了那些事情 所以今年3月 同樣程度的攻擊 沒有上新聞 那到底今年3月做了什麼 最近這個7月8月又做了什麼等等 所以這些交流 資安聯防的交流 它是雙向的 我們每去一個地方 那邊大概就會有兩三個房團 接下來再過來去詳細的學習 那我們如果只是透過視訊去參加人家一場活動的話 那人家其實不一定會知道說有這麼多可以問的 所以我想促進跨國的這種 circulation 也是經驗交流的循環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也不能只看我們出國的部分 要看人家過來參加工房演練啊 這個學習啊等等的這些部分啊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媒體一家第三輪會討論哪些內容 那剛剛也已經講了 就是現有的這個Google這個機制 大家使用的心得 以及覺得需要調整的地方 那以及未來 不管是基金還是議價 不管是機制還是專法 那大家有沒有哪些是不同的工協會 都可以聚焦的 就是類似叫最小科興方案 那在這個最小科興方案上 我們在跨部會去回應 這樣子的最小科興方案 那下一個是說 111的這個7成 我們目前就是建置起這樣子的系統 當然我們自己會用 那下一個階段就是從9月開始 所有的中央的各部會的機關 2級3級4級機關 它只要有平時發簡訊的需求 就像當時短網址 一開始是那個指揮中心嘛 因為指揮中心新聞稿都會附他們 本來CDC.TW的短網址 所以它本來就有一個 縮網址的一個流程 那它現在只是把CDC.TW改成 只有V.TW而已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哪些機關 它現在本來就有一個 10碼的這個發送簡訊的這樣的流程 它現在只把這個10碼的代表號 改成這個111而已 那像這樣子導入就 技術上面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就會先跟這些 適合的機關先來測試 那如果這些測試沒有問題的話 那再進一步的就是其他的機關 它要就是本來沒有這樣子 簡訊發送的平台跟流程 但是它想要開始建置的 那我們就有比較多的經驗 可以去輔導他們建置 那接下來就是地方政府 跟地方的相關的公務同仁 希望我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數位金卡 除了Vitalik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案例 這因為實在是很新 所以這個上百案的申請 很多都還在申請 它會附一個網址說 這個網址可以證明 我在open source上面 有怎麼怎麼樣的貢獻 那但是因為畢竟不是 每一個貢獻的這個網址 都是附有時間戳機的數位簽章 那個就很容易極其去驗證 那但是有些還是必須要人去看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還在這個 審核的這個pipeline裡面 那不過我想這裡面蠻重要的一點是 因為只要有open source 八年的貢獻 就可以取得金卡的這個想法 這個概念太新了 其他的國家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概念分享出去 那未來相信等申請案 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會導入 像以太方這樣子的 能夠跨境證明實際貢獻 這樣子的數位簽章技術 跟平正技術來確保說 未來一定程度上 甚至可以達到就是半自動審核 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部分也是這個 我期許我們的產業術 可以盡快建制出來這套系統 所以應該是大概到年底 會有比較多這方面的系統上面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協助產業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挑戰或困難之處 那基礎建設等級不夠的時候 特別是資安 會不會成為主力 那這邊也已經講了 就是資安院的資源 企業資安長的計畫 培訓等等 那不過也再次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台灣雲市集 事實上是一個產業資安計畫 只是我們沒有把它叫 產業資安計畫而已 就是在上面能夠上架的 這些諮詢服務業者 除了基本的資料可惜性之外 它也是要通過 像這個圓馬檢查 等等的這些 就是資安方面的檢測 而且因為它是用移租代買的方式 所以如果它有出現漏洞 或者需要修補的話 它只要在雲端修補 那所有訂閱它的人 就一次就修補完了 比起說像以前買端置 而且放在自己的櫃台裡面的 一台電腦裡面 那那個如果發生漏洞 那你要去修補它 它那個實際的一家一家跑 去更新它的城市的成本 就相當高 所以我想 我們透過台灣運輸集 我們也是希望說 這些在資安上面達到 這些基本要求的廠商 可以省去相當多的行銷 推廣媒合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業務拓展的這些成本 那尤其是對於偏鄉 尤其是對於中小事業 甚至剛剛講到合作事業 或者甚至NGO等等 那這些它本來的專業資訊人力 可能就不足的情況下 它可以透過訂閱的方式 先試一個做法 那也不是一下就訂三萬塊 尤其是訂個三千塊 那它用了幾天之後 發現這個並不合用 它再切換一個再切換一個 那這個就比起像以前買端置 它一下就要博出十萬二十萬 買一套系統 後來發現不合用 來講 那對它的這個心理門檻 可以小很多 所以就是讓大家快速嘗試 快速導入之後 那相信這個聯防的這個自然水準 也可以水上船高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WiFi 61的話 就像剛剛講到的行政院核定 那我跟我已經簽出去了 那接下來就是NCC在設備審驗上面 還要做一些調整 應該很快 這個設備就可以進行驗測 驗測之後 那就可以開放 那像之前大家也知道 有些VR設備等等 都是有用到WiFi 61 那那些之前很多是申請專案 那之後就可以透過通案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平譜開放之後 那WiFi 61的使用 因為是License版 就是不用提出申請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特別是在室內 本來就是非用網路線不可 因為本來的頻段有限 會彼此干擾的 特別像AVR這樣子的應用 ARVR的應用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應用 那除此之外 相信大家的想像力 跟應用的方式都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們也相當期待 接下來WiFi 61跟7 之後用這樣子6GHz的頻段 能夠做出怎麼樣子的變化來 那這個經濟日報也是問同一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協助產業應用 能夠達到怎麼樣子的效果 我想比較簡單的說明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AR或者是VR 因為它的各種不同的廠牌 它不一定在現在用WiFi 就能夠去傳輸就是那麼大的資料量 所以都是有做一些取捨 好比像說它會frame rate比較低 就是人家這樣子動 但是你看到它有點抽格 或者是說它就是Pixel 就是它的像素吧 解析度比較差 意思是說雖然它行動很流暢 但是你看到時候 它這個臉部表情是一個一個的 等等 那所以在此之前 就是在一個比較大的室內的場域裡面 多人一起用AR、VR的這樣子的活動 那確實在體驗上面 比起大家實際上在同一個房間來講 要差一點 那如果每一個都要連一條線 雖然也有一些什麼收線 大概全部收到天花板上等等 這樣子的安排 但是畢竟是成本相當高 而且也不容易補置 所以我自己蠻期待的就是在未來 可能我們不會特別去分哪些是AR 哪些是VR 而是帶上這個設備 然後接到WiFi 6E或7之後 那就等於這邊空的椅子 都可以冒出這個今天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趕來的其他的同仁 那但是我現在大家的表情 我都還是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等於就是並沒有虛擬實境 跟擴增實境的這個分野 而是說擴增實境跟虛擬實境 完全這個融為一體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當然大家在Vision Pro的Demo等等 上面大概都有看到 那在明年這個6GHz的頻款開出來之後 那相信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子 只有是能夠連線的一兩個人使用 而是說就可以甚至在這邊的所有人都可以同時使用 還是有足夠的頻款來進行這樣子的工作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謝謝部長 我們今天不好意思耽誤到大家一點時間 那想請問在場的次長 部署長跟院長有沒有其他想要補充的部分呢 或是有沒有想要跟媒體朋友說說的 好沒有 那我們今天 查續就到此結束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有需要寫稿的媒體朋友 我們這個場地好像借到12點還可以 就是有需要可以留在現場寫稿 或者是處理袋子都可以 沒問題 謝謝大家 那還有一些點心 大家可以再去享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